舔鸭洗脑,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条,为保护出育人及依本法应受保护之人,使其自力更生,适于社会生活,预防其再犯,以为社会安宁,特制定本法,本法未规定者,适用其他法律 第二条,佐劣之人,得予以保护 一,执行其满,或赦免出育者 二,驾驶,保释出育,或保外医治者 三,保安处分执行完毕,或免其处分之执行者 四,受少年管训处分,执行完毕者 五,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或军事审判法第147条,以不起诉为适当,而予以不起诉之处分者 六,受免除其行之宣告,或免其行之执行者 七,受缓行之宣告者 八,受徒刑或拘役之宣告,在停止执行中或经拒绝收监者 九,在关护人关护中之少年 十,在保护管束执行中者 第三条,前条锁定之人,得向其住所,居所或所在地之更生保护会或其分会生请保护 检察官,军事检察官,关护人或监狱长官,对前条锁定之人,任有应受保护之必要者,应通知各该受保护人之住所,居所或所在地之更生保护会或其分会,经其同意保护之 第四条,更生保护会为财团法人,办理更生保护事业,受法务部之指挥,监督,登记前应经法务部之许可 前项更生保护会之组织及管理办法,由法务部定之 第五条,更生保护会设于各高等法院所在地 各地方法院所在地,得设分会 第六条,更生保护会设更生保护辅导区,配置更生辅导员,执行有关更生保护事项 第七条,更生辅导员,由更生保护会或分会,临聘更生保护辅导区内适当人事担任之 更生辅导员为五给之,其聘认知期间与表扬方法,由更生保护会以章程定之 第八条,更生保护会为实施更生保护,得设收容机构,创办各种生产事业或计议训练机构 第九条,更生保护会实施更生保护或办理更生保护事业所需经费,由更生保护会就其财产统筹之应,并得向会外筹募 为加强更生保护事业之推进,各级政府得按更生保护会及其分会之实际需要,予以补助 第九之一条,更生保护会财产之使用,收益,处分及接受政府补助,向外筹募经费之处理与运用等事项之管理办法,由法务部定之 第十条,法务部为辅助更生保护事业,得设置更生保护基金,其设置及管理办法,由法务部拟定,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一条,实施更生保护,得一级情状,分别采用下列方式 一,直接保护 以教导,感化或记忆训练之方式行之,其衰老,疾病或身心障碍者,送由救济或医疗机构安置或治疗 二,间接保护 以辅导就业,就学或其他适当方式行之 三,暂时保护 以资送回籍或其他出所,或予以小额贷款或其他适当方式行之 第十二条,更生保护会实施更生保护时,应与当地法院,法院检察处,监狱,警察机关,就业辅导,慈善,救济及卫生医疗等机构密切联系,并请予以协助 第十三条,对于受保护人之保护方式,由更生保护会或分会定之 更生辅导员在执行更生保护中,对于受保护人任有改变保护方式必要时,应许明理由,报请所属更生保护会或分会许可 第十四条,更生保护会或分会,对于收容之受保护人,得按性别,年龄,性行,分别收容 第十五条,受保护人有座猎情势之一者,停止其保护 一,原保护之目的已完成者 二,习以中已能自立谋生者 三,习辅导就业,就学或自密工作者 四,违反会规,情节重大者 五,受保护人请求停止保护者 六,其他经更生保护分会认为已无保护之必要者 第十六条,受直接保护之人死亡时,更生保护会或分会应通知检察官相验,有家属者,并应通知其家属 第十六之一条,更生保护事业办理不善或违反法令或设立许可条件者,法务部得失情节,分别为下列之处理 一,纠正 二,限期整顿改善 三,解善董事会 第十七条,本法施行前,高等法院辖区内所设根深保护会,应依法办理变根根记 第十八条,本法施行细则,由法务部定之 第十九条,本法自公布日施行